here's the first pitch 他的第一個FEEL GOAL Mulanz的過人 結果發生失誤 對 這邊 3打2 馬師 這個切入過人再大分 連得五分 對 開始 洋隊今天在前面的 5-6分之后 好球狂 這個完全用速度過人 一個REVERSE LAY UP 對 國王隊守一個小區 刺激而動 高國豪三分外線 有 裁判說是兩分 嗯 裁線 有快攻 最少也得三分 而那個人就是星巴 高國豪 哇 單捷拿六分 同時去守一個 沒錯 看星巴看到防守者過來 那我一定隊友有機會 馬上就做個傳球 讓隊友得分 高國豪 有點像楊敬敏之前的那個動作 切入以後的變相 最後呢 經過檢視之後 還是維持圓判 應該不是這一球 就是他在外線那一顆 對 那認為他還是踩在線上 所以是一個兩分球 是這一顆 現在星巴要站上防守球線 好 這個空間張文平 15 沒有找到空間 哇 哇 這很華麗 對 過來就交給法師 外線他不給你投了 他一定就是 可樂少很上去 嗯 哇 對 哇 這是買飯 可以一次出手 但是裁判沒給哨音 裁判覺得沒有犯規 對 哦 嗯 對 對 其實可以上籃了 結果傳出去反而發生失誤 哎 哇 這邊 哦 兩邊都有些誤會了 高國豪很聰明啊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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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於讓國王隊又重新要回了優勢 出手不算 對 60比53 高國豪把球線後面的出手 in and out 這一節的國豪還沒有得分 今天拿下六分 這是一個備用的潮球 但是 國豪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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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球迷甚至覺得今年的總冠軍就是工程師了 嗯 但是現在哦 在第一輪戰局出現了這麼大的變化 然後 國豪是 正常在這裡 那另外一邊當然富邦勇士還是握有優勢 不過夢想家同樣的 呃 在昨天的課場英雄後 他們的氣勢也起來了 對 對 今天因為新發表現非常出色 所以國豪隊的板凳 感覺上比較沒有壓力 是啊 因為Moulence啊 楊敬敏都是高檔的發揮 沒錯 但現在這樣我就會也蠻期待 看今年的選秀會怎麼樣 好球啊 對 空中挺腰 拉桿